连坡令向儒列转 将向何仪式 连坡为什么扬言 我见向儒必辱之 令向儒听到这话后 怎样忍让 让我讲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免持智慧结束后 令向儒因有大功 败为上卿 地位在连坡之上 连坡心有不甘 认为自己替赵国立下不少战功 而向儒只靠能言善道 没有功成也占的功劳 又认为向儒出身低微 论功劳何出身 自己都高过向儒 现在地位竟在向儒之下 是一种耻辱 所以扬言我见向儒必辱之 令向儒听到这话后 常诈并不上朝 不与连坡接触 在路上远远望见连坡 也叫车夫绕道避开 以免和连坡发生冲突 原先鞠躬自傲的连坡 一旦明白向儒处处对自己忍让 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而不计较私人的仇怨 并非胆怯懦弱 因此深受感动 就前来和令向儒不经请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